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游戏频道 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昨天晚上任天堂的一三发布会 因为我是一个超级的认粉 然后昨天那个一三任天堂的发布会 最后出了塞尔达传说荒野之息2的一个预告 然后我也是非常激动 然后拿出了我之前买的一个塞尔达传说荒野之息的一个限定版 然后今天来给大家开箱看一下这个限定版里面有什么内容 然后它是一个地图限定版的了 正面的话呢就是一个塞尔达传说荒野之息的一个封面 然后下面用日文写了就是冒险的舞台 它的地图 然后它的游戏卡带 还有一个冒险的手册 然后侧面呢就是塞尔达传说荒野之息 它的一个标志 后面呢是跟它的卡带背面是一样的 我个人是很喜欢这一个设计啊 好像是它做那个定图的那个工作是它的一个设计 我看到其他有些游戏也是这样设计的 反正我是很喜欢它的这个画风 然后呢就直接来把它打开吧 从上面把它打开 然后可以看到 先把它倒出来 然后把这个卡都放到一边 先是这边有一个它一个卡带的一个 放卡带的一个纸质版 然后呢就是一张标准版本的塞尔达传说荒野之息的游戏卡带 其实是有中文版本的啦 只是我买的时候它是一个日版的限定版 然后打开的话里面就是一张荒野之息的卡带 相信如果真的喜欢Switch的应该也是玩过这个游戏了 我个人认为这是Switch上的一款神座 无敌的神座 然后我个人的话 它的游戏我也通关了 然后DLC我也通关了 最近试完了就是它的VR模式 其实不是特别好了 然后的话就打开这个里面 可以看到它总共是分为三样 中间呢是一张白纸 一张白的纸板 然后这个呢是它的一个地图应该 然后我们把它打开 它双面都是有的 正面的话呢就是它的一个世界地图 上面就是它的那个冰的那个区域 然后像下面这边有它的无人岛 然后它是没有标注那些神庙的位置了 就纯粹只是地图 然后上面的话是那个熔岩的那个区域 就是熔岩的区域 然后这张海报我觉得做的还不错了 如果挂在家里应该也挺酷的 有那种牛皮脂的感觉 然后背面的话呢 它是背面我不知道 它是放大了地图的其中的一个部分 就是初始的那个台地 然后这是精灵的森林 时间遗迹 大师剑的一个手绘 然后背面呢是塞尔达拿着大师剑的一个 打开的话它应该是可以组成一张画面了 我觉得它的这个做工很棒 然后它这本书也很厚实 打开以后呢就是一些它的手绘和原画了 塞尔达传说 拿远一点 这个呢是它美版的一个封面 塞尔达传说的世界 然后整本的话都是跟它游戏里面的画面有关系 我个人觉得真的很棒 因为我很喜欢塞尔达画风 有一种动漫的感觉 又有一点接近于真实的世界 我是很喜欢啦 然后是初始台地 觉醒 然后是各种能力的介绍 马匹 然后还有各种武器 包括烹饪 烹饪系统 武器系统 我觉得做得非常不错 然后我个人如果让我觉得 对于塞尔达传说荒野之戚2的预测的话呢 我觉得它因为历代的塞尔达 它的续作都是在新的作品的那个基础上做的 然后它的世界观应该是相同的 然后用的引擎也是相同的 所以说应该会很快 我个人觉得应该在明年的12月之前 应该会出来荒野之戚2的这个作品 然后也是很帅了 应该是盖农多夫 它被复活了 然后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 其实塞尔达传说荒野之戚1 可以去入手试玩一下 我个人觉得是很棒的 塞尔达传说 要我说的话 我是从缩小贸开始玩的 GBA那个时候 然后主机版本我是都没有接触过来 荒野之戚是我第一作 然后掌机版本的话 我玩过不少 大地的乐章 然后 什么的 NDS上玩过好几作 然后它的那个解谜我个人也感觉挺难的 然后这一作塞尔达 我觉得是世界观最宏伟的一作了吧 然后就先这样打开来打字的看一下 塞尔达公主真的很漂亮 然后amiibo 这个都先放到一边 然后今天我们来试玩一下这个卡带 因为我之前也是有记录的 所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记录吧 这里打开 然后 因为昨天 开了任天堂的发布会 所以今天很多任天堂的游戏都打折了 比如说NBA2K19 现在价格只要3美元 折合人民币只要20人民币 简直就是像白送啊 刚才手柄出了点问题 然后现在我们继续 我现在是在玩大师模式 那我就用普通模式玩一下 值得一提的是 但是最近的那一次塞尔达更新之后 它的那个读取速度快了不少 它的读取速度快了不少 然后的话 也是 我个人觉得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更新啦 可以看到之前的读取的话 至少是要20秒钟以上的 然后现在就很快 我现在是用Pro Controller在控制这个机器 然后我这个里面应该是所有的都打完了 然后可以召唤我的车 这个是它那个DLC里面的一个内容啦 我个人觉得挺帅的 啊 我好久没有玩了 不知道该怎么 不知道该怎么 这样开 是吧 我个人觉得真的挺帅的 这个摩托车 然后 我的话 反正我是打完了啦 然后我觉得这个游戏真的不错 然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试玩一下 呃 我第一次玩花了150个小时 然后 呃 通关了 然后中文版出来以后 我又花了130个小时 重新把这一个游戏玩完 然后希望对 有Switch的玩家 或者说对Switch感兴趣的玩家 可以去尝试一下 塞尔达传说幻野之西这个作品 呃 我个人觉得很棒 然后今天的游戏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 呃 然后 呃 就到这里结束 呃 这是一个塞尔达传说荒野之西限定版本的开箱 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 然后如果是我的粉丝的话 希望能够点赞 关注 转发 收藏 评论 我的视频 然后 呃 任天堂最近的游戏真的都很不错 然后希望大家赶紧去的话就去赶紧买吧 然后任天堂天下第一 就这样 拜拜